大家好,我是小羽根 你看,我身上已经有91颗钻石 还有好多好多的宝石 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成终极目标 呀,这只大猪笛子跟我说 别来抢我的钻石 我只能呵呵一下 钻石都是我的 又一颗到手 离目标还剩8颗 继续加油 呀,小长毛猎人也来守护这钻石 看它昏昏入睡的样子 我让你精神一点吧 顺便这颗钻石我就先替你保管啦 嘿嘿 咦,那边有好多的蓝金石 不得不说,我对蓝金石真的不感兴趣 真的太多了 一下子就4颗 那边还有一颗 不过呀,可以帮我长猩猩 这也很不错哦 你看,我的猩猩就长到了135颗了 美滋滋 不过啊,溜达了一圈 感觉钻石都藏起来了 可恶啊,竟然想躲着我 看来要使出绝招了 鱼谷挖矿法 昨天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玩一条道石进挖 你看,刚挖一会儿 就发现一颗了 收掉 呀,又附送一颗 谢谢啦 继续往里面升挖 这还是比较费火把 基本上挖两步就要差一根火把了 哇哦,是钻石 在黑暗中透露着蓝色的金光 太美了 诶,又来一颗 这鱼谷挖矿法成效还是不错的 一下子就得到了4颗了 在鱼谷挖矿法的引领下 最后一颗钻石顺利到手 你看,完成目标 100个钻石块 足足100颗哦 这就是鱼谷挖矿法的魅力 一条道 两条道 三条道 四条道 嗯,总共挖了十条道 收获最后的七颗钻石 这方法真的很实用 好嘞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阳光明媚的一天 欢迎我凯旋归来 哈哈 把我们的钻石块 全部放进聚宝盆 一块一块地往三叠 心情就好像满圆深浅色 照在绿波中 你瞧瞧 这100颗钻石块 都比旁边的桃数高了 你们猜猜 我用幸运箱钻头交 最后得到多少颗钻石呢 哦,对了 这个高兴的时刻 当然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啦 我就把幸运撞头放在箱子里面 然后再去更新分享 小伙伴们 你们能敲出几颗钻石啦 我看你